女性哲学 作词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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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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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期五期的课程中 问你 对人和事物是自己选择吗 选择一下还是不选择 遇到什么模拟 很多时候是没办法选择的 当你能选择最好选择了 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 就不要选择了 随缘了 这就叫随缘 你能选择 你今天你从这件事过去 比如说 就像当年 哪个弟子 佛的哪个大弟子 在一个洞里进座 那个洞里全是蝎子 其实他是想受空 他就坐在那比蝎子咬 然后坐在那 全是全爬满了那种大蝎子 因为他怕蝎子嘛 所以他故意的 在那就被蝎子咬 然后佛陀就找过来了 然后看见他在洞里 被蝎子咬 是水利服还是水 然后佛陀就把他叫出去 就说你不能这样做 因为会咬死你的 会咒死的 所以你现在不能这样子来去 你还是能选择 有蝎子的时候你就离开 然后你选择其他方式 来去破这个 破这个还是可以的 你这种修法是不行的 它还是让你选择的 不是说你很极端的那些东西 方法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温柔的中道 就是大家又不是很辛苦 还是能破 只要肢介绍 我觉得礼善 还有那个 礼善通的话 你通法治来嘛 那些方法都可以通过自己来去调整 但是主要是道理 第一是道理 第二是你下定决心要走出去 你下定决心真的想成佛 而不是在这个红尘里边 对这个红尘抱满了幻想和希望 你觉得你还在这个红尘有很多的得失 你还要得还要得一些东西你才能够满足 你觉得自我 有一种还是觉得有种虚荣啊 成就啊 成就感啊 还是想抓取这个事情 那你就停不下来 那个纸是停不住的 因为你的心在未来 在缩取之中 这个是难的 就是一个人 所以处理性难就难在这 一个人他想成佛 小心神仙 其实他还是想变得更优秀 他不是真的是讨厌这个世界 讨厌这个 很多人刚开始去 我很想成佛 他是想变得更厉害 更无所不能 他其实是那个所求性更大 他并不是想真的能停下来 停下来 然后去真的去了悟佛陀的东西 就是内心深处那种处理性还是起不来 但是人是充满欲望的 你怎么能停下来呢 你怎么能马上把欲望放进来 除非你了悟了真理 除非你了悟了真理 你真的是得不到东西 真的是自我是一场幻境的时候 你才会不会为他 不会为他忙了嘛 你怎么为他忙 他都不改善你 而且他都 真的是他都有无止境地要求你 做这做那的 自我就是这样 有无止境 对你的要求一直把你累死 一直把你累得 就精疲力竭 把你让你苦死累死 你听不住的 他为什么能那样呢 他就是个幻境 他所以他不断地变了 不断地变你找了他的相就这样 他就是个生命的变异的东西 放得彻底下 就像比尔盖茨 或者这一粒 就是这种达到就是财富啊 其他都狭受到顶级的 这一粒 还有一种就是 要不另一粒 俩边的 就是在社会上就完全就是 他对喉城里边 这个可能是根气了 就是不感兴趣 完全就是觉得喉城没意义的 他不是 他没看清楚 但是他就不留恋这个世界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 他不是看破 但是他就是没感兴趣 这个是一些根气上的 还有一种处理性猛烈 就是在社会上处处碰壁 就是生活里边 不管打一块都觉得不容易 这种碰撞也能够逼着他处理 那也是福报来的 因为他处处碰壁 你表面上看见他是 因为他在洪府里边享受不了 他一出生到现在 他一直哪件事都不受 也能让他处理 他烦烦烦的就处理去了 最怕的就是中间这些人 你说还想 还有点恒复 还没什么 这些人要摆不定 他又想达到最高的享受 又想成道 反正就是中间这 还有点习气 学佛的习气 中间这个人是最难的 处理性也受不起了 道性又不结固 又容易被诱惑 然后就在休息里边就这么晃 但是大部分逐渐的就是这种 但是这个就休息起来需要很长时间 就是磨嘛 一直磨磨磨磨磨得你筋皮里紧了 就一直要磨完 就磨得你 你自己就是这儿碰一下 那儿碰一下 就像一个 就这儿碰来碰去 这边碰你一下 那边碰你一下 就是你把你磨磨磨磨成这样 就是生活的磨 磨出来 磨的时候 突然发了一念 我要处理就翘出去了 就是那种 不磨就不行 还有就是一种 就是小腹肌安 就是那种 活得也比较取爱意的 这种人就很难 就是吃饱喝 就像那种 很难处理 其实重点还是 就是出骨自己 修道人就走不出去 还是觉得红尘充满了 精彩的东西 喜欢 红尘里边太多的喜欢的东西了 你没有 你没拥有 没达到 这是没达到 但是你是喜欢的 有些 就是说那些 那些彩色的东西 气球还是诱惑你的 还是吸引你的 喜欢 你想要 你想要你怎么能出去呢 其实这个就是障碍 这难就其实难在这 其他的有啥难 你想要 你想 这个世界有你 有你贪恋的东西 那你怎么会 能处理成佛呢 所以佛成佛的少 修道者 多如牛毛 成道者 凤毛林家 不是那个东西多难 就是有 就是剥弱智慧 并不难 就是就是有吸引你的东西 你不想放 不是你放不下 是你根本就不想放 在易经里边就 我干嘛放下 除非你拿个佛果来换 但是 恰恰有个悖论 你不放下 你就看不见佛果了 就叫 佛就说了 你还不能说 有个球 连个球的念都不能起 然后才能回到 这个佛的位置上 佛果怎么能让你看见了 所以你放下才有佛果 这个真不是人世间的交换 所以众生就是 拿不到佛果 绝不放 就是 就是那种 心不安嘛 恐惧嘛 那我什么都放了 我什么也没得到 怎么办 他就怕嘛 众生就很怕 就是佛每天 发誓读咒也不行 也不敢嘛 放进了怎么办 连自我 我什么都不想了 全放进 有的是放不下 有的是不敢放 恐惧嘛 还有就是佛的芥底 也确实很重要 你看那个 古时候那个经典记载 那些菩萨 修法 把妻子 儿子 老婆 这些 全部 全部死了 家里 把自己的孩子都 布死出去了 也成不了道 头脑骨髓 身上的 就把自己 就是 小正这个五五 把自己全布死了 封身碎骨了 但还是没成到 但现在住身就怕嘛 我这样子做了 又不成不了道 但是怕什么 你是说怕你无我了 他界地不明确 界地不明确就是那一刻 永远错失当下 错失当下 永远错失法 如果你是一个有个东西去布死的话 你永远错过了 你永远撑不了 你一次一次的布死都没用的 你必须要在无我的界地上 再修前五度 清完剥弱 然后就得修止观 修禅定 你在这个基础上 生命才会有意义 否则你要是从义军上去 进入金刚青 这个世界对你是灰暗的 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有什么意义呢 一定要再紫回来 知道吗 通过紫定回来 色空不二嘛 你现在是虚妄的 然后紫 通过紫定 然后回来 这个世界就成了极乐世界 不是出去 紫跟定时让你回来 因为你已经出去了 知道吗 你已经流浪了 还不知道多少年了 已经出去了 通过紫定 安住在本来空的那种界地上 安住在真空的界地上 一切虚妄 然后紫跟定 安住在一切虚妄 一定是紫跟定 不是意识层面 去制造一个 一切虚妄的幻境 那你就又流浪了 只是换了一个时空流浪 换了一个 红尘的幻境 又换成虚妄的幻境 时空的另一个幻境 你的头脑在时空的那个幻境里流浪 那就很灰暗了 缩燃无畏了 这个世界 无聊的幻境 所以一定要借在 紫跟定基础上 还有故事人如 慈见这些基础上 佛陀老师不在身边 就用戒律来演示 就是把戒律当成老师 在旁边看着 我在自己看不住自己 你要是发心秀成道的话 那所有战道的事情 你都不能做到 它里边无所谓对错 但战道你就要避开 只要障碍你 战道是什么 有时候让你的心会很乱 让你的心会很乱 然后得失感很强 这些都障碍 就是让你的心拨度很厉害 很乱 得失很强 而且增加能够增加自私自我的东西 都是障碍的 你知道一定时候 果报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